至今吃素了将近17年的慈悸职工柯宿泉 当年在开始吃素前也曾面对内心的挣扎 因为我们在佛教里面 我们一直讲说慈悲 所以慈悲就是包括那些众神 我们都不可以去吃他 但是又来那几年加入慈悸之后 几年来都不能就是灭除我的那个口语 我一直很矛盾地说 我是学佛的 为什么我要学慈悲 但是我这边又不能控制那个口语 一场车祸让柯宿泉体会生命无常 为了不留下遗憾开始诚信如素 这次的车祸假如说 真的是我发生意外了 然后之后往生 那我心里的那个愿就完全没有实现 刚好杀的时候 然后就我们的上门呼吁 真理法师呼吁我们说要吃素 所以当天我就跟自己讲说 我真的发愿是否可以如素一个月 所以这个就是次数的因缘 面对同样来自动物的病毒 他明白了护身的重要性 在2003年就是SARS的时候 上门意思说 警示的灾难要有警示的节目 要大家节目 到现在你看从情流感 到SARS 情流感 到现在的所谓的COVID-19 它是同样的东西来的 佛陀在2500年前都已经一直说 现在会发生 这个社会发生什么问题的 只是说我们人类无知 还不觉醒 我希望说人类有所觉醒 如素后 科素犬也渐渐发现素食的好处 因为以前我一直感觉到我的血比较脏 我跌倒或者是我被东西割到 以前它就会一家子罢了 长出的更浓 我吃素过后 这个事情就好像很久很久才发生一次 不会说比一般人的精神很差还是怎样 除了自己吃素更健康 他也希望更多人可以一气如素 因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大约新闻黄家伊马兴云马来西亚报道 就像人类有所帮助的 但我感觉到今天又是一天 是一天 是一天 有没有血比较地